对啊,怎么变成了梨王殿下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? 够了,梨王殿下自听说联军入侵楚国之后,便一直在南越准备御敌之势。 不久前,殿下才带着这南军赶到益州,打跑了风铃天,夺回了益州城。 而且,殿下还亲手射住了风铃天。 你们想巴结的风铃天,恐怕过不了多久,就会下地狱了。 什么?风铃天的军队被梨王殿下给打跑了? 啊,怪不得来的是梨王,并非风铃天,真是太好了,太好了呀。 风铃天下 李太师,江大人,你们怎么来了? 王爷,是苏大人带我们来的。 他打听到你已经赶跑联军,并且会在这个时候进城,所以特地带下官等来迎接你。 苏大人,没想到他竟然会带着大家来迎接我,这个苏鸣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? 王爷,联军来势汹汹,徒我将士和百姓,而云青等奸臣,却蛊惑皇上抛下百姓,私自离开。 幸好王爷你及时赶到,才赶走联军救了大家。 下官对王爷甚是钦佩,所以才会带领大家一起来迎接王爷。 苏大人,你怎么没跟皇上一起走呢? 像这种抛下百姓,毒杀先帝先后的乱臣贼子,怎么配做我楚国的皇上? 陈欣系百姓又怎么会跟他们走? 苏大人,你到底想说什么? 王爷,陈首中有当年红元帝毒杀先帝,指使云青残杀先后的证据。 红元帝的地位是靠歹毒的手段抢来的,而王爷你才是真正的皇位继承人。 看来,苏明是想用红元帝的罪证来换取我的信任。 既然苏明想利用我,那我何不将计就计,利用苏明替父母报仇? 苏大人,那证据呢? 证据就在皇宫里,还请王爷先行进宫,等安顿下来之后,臣再呈上证据。 好,不过在进宫之前,本王要先处置这几个卖国求荣贪生怕死的乱臣贼子。 王爷息怒,下官等并不是卖国求荣贪生怕死之辈啊,下官等只是担心百姓,害怕风铃天屠杀百姓们,所以才会递上降书。 是啊,王爷,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救老百姓的性命,还请王爷明鉴。 王光,你身为守城将领,你的职责是什么? 是保卫国家,保护圣经城的安全。 那你是怎么做的? 末将,末将。 怎么,说不出来了? 你身为守城将领,理应守护圣经城的安全,哪怕是付出性命也在所不惜。 而你呢? 敌军还没打进来就想把城门拱手让人? 你还有半点身为军人的血性吗? 可是王爷,风铃天说了,如果我们不乖乖投降的话,他就会屠城。 末将也是为了百姓的安全,才不得不这样做。 风铃天这样威胁你们,你们就害怕了? 分明是你们自己怕死,却拿百姓当借口。